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在当晚 我们目睹了看上去很假的秦军复活的特效表演之后 将军张希就死在了一间密室里 后来我通过张希临死前看的一本书 那是韩信对阵 莫读缠鱼的故事 我推理出了将军殿里面的童谣 其实是寻找天王的藏宝图 小峰等他们由此锁定了春木崖 进入土城 我一心寻找天王 却忽略了我身边的朋友们感情都出现了微妙的表白 包括我自己 而就在规定期限只剩三天的时候 命案再次发生了 这次遇害的是小峰镇的外公 峰大爷 第五案 我们来到将军殿门口 此时房门被从里面上了锁 我和侧子透过门缝 看到了一个身形巨大的将军和倒挂着的风大爷 将军一剑刺向了风大爷的心脏 跟着朝我们扔出了火把 随后展昭赶到一脚踹开了房门 所以为啥我俩撞都没把门撞开 房门撞开之后地上散落着着火的书籍 但却不见凶手的踪影 踩灭火焰放下风大爷的身体 他已经断气了 这一幕正好被纹身而来的小峰镇看到 他静静地走到风大爷身边叫着外公的名字 这爷孙俩生平开过无数的玩笑 打过无数的 这次我们多么希望 也是一场恶作剧 现场没有打斗的痕迹 风大爷在呼救时被人割破了喉咙 致命伤就是我们亲眼看到凶手刺的那一件 除此之外 他的手腕上还有一些红斑 我看着现场一地的灰烬 其中有一张格格不入的纸 引起了我的注意 纸很大 上面有一个红点 最奇怪的是 现场那些被烧的书 都是祖师殿里的经书 一个身形高大的将军 在我们眼前行凶 房门从内部上锁 破门之后 将军却消失的无影无踪 欲须确信 这就是大将军复活杀人了 但我心里清楚 如果真是鬼魂杀人 就犯不着搞这些花样 真正的凶手 就在我们这群人当中 天亮之后 我们出发前往春木崖 因为害怕城里的老鼠 出来啃食尸体 侧子和小蛮留下来 陪着小风筝火化了风大雨 火化时 一律文才也在旁边 这小王八蛋居然趁机 牵了小风筝的手 这个我这是帮策策表达一下不满 另一头 面对着光秃秃的春木崖 我们找了半天什么也没发现 我坐在一旁滑雪 我坐在一旁思考问题 落水又跑到我身边 我很羡慕他 无欲无求 不被欲望所困扰 他看出了我的烦躁 就告诉我 土城很快就会凉快下来 因为今晚会下一场很大的雨 对此我很惊讶 他说他从小在荒漠长大 荒漠就像他的朋友 什么时候刮风 什么时候下雨 他都知道就像我们可以感受到好朋友的心情一样 他这话说的我很内疚 毕竟现在我的好朋友到底是什么心情 我是真不知道 最后我们又浪费了一天时间无功而返 晚上真如若水预测了那样 下起了雨 我和展昭在房间研究地图 侧侧突然找到我们 说自己想明白了 并且之后找天芒的事情 他就不参与了 帅 原来自土城和小风筝重逢以来 他的心情就很复杂 他心里是惦记小风筝的 但小风筝对他若静若离的态度 却让他看不懂这个女孩 为此他又把小风筝留给他的挂钱还给了小风筝 这堆挂钱 唯独少了张闲挂 他就自己做了一张补了回去 看得出来 真的很闲 之后与他一时余亮的耶律文才 也开始追求小风筝 两人还挺聊得来 这些他都看在了眼里 冯大爷出事之后 也是耶律文才第一时间陪在了小风筝身边照顾他 看到这些 侧侧动了退出的念头 是啊 小风筝那么可爱 谁不喜欢呢 换了怪异军 今晚突然下起大雨 侧侧独自跑去为风大爷的遗体挡舞 这是他现在唯一能为小风筝做的事情 而这也被小风筝看在了眼里 然后想起了笔记 也是 填表情 ena 苹果 挤到意 得 你 为了 气 excellence 那么 weer ani 之后耶律文才找到他 说公平竞争 以一天为宪 找到杀害封大爷的凶手 输的人从此不和小风筝见面 侧侧不愿意用小风筝作为赌注 但耶律文才告诉他 事情总得有个结果 侧侧为此想了很久 他想起小蛮曾对他说 他和小风筝的结症 就在于他太想赢了 在感情上也总想赢个对错输赢 但爱情没有输赢 只有义无反顾 当他以为追求精神的胜利时 可能在爱里他已经失败了 这一刻侧侧终于想明白了 去他妈的输赢不输赢 老子就是爱赢 而且必须赢 为了小风筝 就这样 侧侧展开了对凶外的调查 他第一个就找到了小风筝 小风筝回想起 风大爷在被杀当晚 曾找到自己说解开了天王的秘密 只是当时小风筝心绪很乱 就没有放在心上 顺着这个线索 侧侧来到了风大爷的房间 之前我和展昭就调查过这里 房间除了柱子上有一道新的划痕 别的什么都没有发现 但既然风大爷在临死前 说自己知道了天王的秘密 那他一定发现了什么东西 以他的性格 他肯定会把这个东西藏起来 果然 侧侧就在墓枕上发现了一个暗格 暗格里放了一张行军图 可这张地图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侧侧摸了摸桌面 突然想起了什么 打了瓢水就泼到了地图上 跟着地图上显出了三个字 藏宝图 侧侧把我们召集到将军殿 告诉我们 这是一张西汉时期的古地图 上面有很多地方都沿用了以前的名字 我们看到的无锡坡 在这张地图上叫做无锡坡 除此之外 地图上还出现了 现在地图上没有标记的地点 那就是在刀山和无锡坡之间 还有一个山谷 叫三财谷 这让我们想起 墙上的童谣里有一句 三财天地人 四方南北东 这刚好对应的就是 无锡和三财 由此我反应过来 也许我们都吃了有文化的味 这时候童谣与庄子的逍遥游关系并不大 而他纯粹就是自如 巨木连天高 木天高 拼起来就是一个桥字 一时神人居 一时人就是一个位子 印证了这个思路 我们更加肯定 天芒就藏在三财谷附近 尽管欲须劝阻我们 绕过刀山去无锡坡路途遥远 而且三财谷也地势险峻 但我们都不愿意放弃这个希望 我们约定天亮就去三财谷 而侧侧则留下来履行 他和耶律文才的一日之约 而就在这个时候 他留意到 以前一直跟在耶律文才身边 存在个很低的蒙面人的衣服上 沾了一块红点 我们翻过刀山 不知道走了多久 距离三财谷 还要翻一座山才能到 长途跋涉 让我们都有一些疲惫 索性原地休息起来 这时若水跑来帮我挡太阳 我问他几点了 他说已经废时了 我正感慨我们都走了一上午 一道灵光突然从我脑子里闪过 我随即起身查看周围的地形 果然让我在一个崖壁上 发现了一个横着的岩石 上面还有两个月崖形状的缺口 原来依石神人居的位字 指的是位石的意思 大鹏盖飞鸟 鹏字去掉鸟字 就是两个月字 就是这么巧 刚好位石的阳光 照射到那块岩石上 光线透过那两个月崖形的缺口 在崖壁上形成了一个六字 同窑里 月六气之变的月 就在这个六字下面 我们发现了一扇石门 石门背后是一条隧道 我们在隧道里绕了不知道多久 终于找到了出口 出了隧道 我们置身于一片山谷之中 这片山谷与荒漠完全不同 不仅有树有草 还有一条小溪 小溪上用石头 垒起了一个个石堆 石堆排列起来的形状 就像是两仪头 风格阴阳的那条线 同时 火鹤伴葬在牙壁上 发现了一幅画 那是一条蛇 咬着自己的尾巴 形成了一个圆 我们都知道这是什么 这是蛇灵 我们都知道这是什么 这是徐天帝军队的头台 我正准备上前仔细查看 若水就又跳了出来 来帮我挡太阳 这时 林中夷在周围的悬崖上 发现了很多石碑 上面刻着王措 兼兵 不取悦 这样的人名 名字下面 还有领兵多少多少的字样 我们猜想 这些都是秦军的将领 是徐天帝 为他们修的门墓 看到这些 现在完全可以确信 这里就是咸池的所在 我们回到土城 准备队伍 打算隔天再进入山谷 挖掘天盲 我心里的石头 总算落了地 侧侧这边 也似乎对案情 有了不小的发现 为了庆祝 终于找到了咸池 我们在清廉的 富五星级大饭店 吃了一顿好的 上菜时 清廉在展昭身上 一顿蹭 把小黎给蹭毛了 展昭赶紧追了上去 他这才发现 小黎心事重重的 两人一番交谈之后 小黎告诉展昭 他好像知道 是谁杀了封大爷 因为封大爷手上的红班 是中了他们火鹤派的 火沙掌 与此同时 将军殿内 火鹤半葬 正看着殿里的装饰 耶律文才身边 那个谋灭人 出现在了他的身后 这人叫高深 是大聊第一大声 两人互吹了两句 就直接动起手来 本来两人 你来我往步相上下 只见高深一脚踢出 火鹤半葬 眼前一道亮光闪过 回过神时 衣袖已被划出了一道口 我们纹身赶到 双方各置一词 僵持不下 那既然来都来了 策策他们约定的 一日期限已到 那么就在这里 揭开凶手的真面目 来换片头 不用了 这是我和他的较量 首先是密室的问题 我今天勘察现场的时候 发现祖师殿与将军殿的地势 并不水平 而是左高右低 而将军殿的门 又有一个很大的缝隙 凶手就是利用这一点 在杀人之后 从外面锁上房门 再把钥匙裹到面团里 面团顺着房间的坡度 滚进将军殿 一夜之后 面团就被老鼠吃了 只剩下沾了面皮的钥匙 也就完成了密室 诶 这么高明的手法 你是怎么知道的 因为包拯曾给我推荐过一本书啊 什么书啊 侦探学院Q 哦 由此 我推断出了三个嫌疑人 第一是林忠义 风大爷被杀的时候 我们发现凶手是瘸腿的 而林忠义之前被张希打到过头 风大爷在临死前 曾发现过一个秘密 那就是林忠义的鞋子里 放能力增高 他这么做 为的就是掩盖自己瘸腿的事实 但朝廷用人 四肢不全 或身体残疾的人 是不被录用的 所以这一点 对于林忠义而言 是他永远不会暴露自己的缺点 我们看到瘸腿的人 只是凶手想栽赃给他罢了 第二是火鹤先生 我发现古地图上藏宝图的自己 与他手中扇子上伴葬的自己一样 所以我想这份地图应该是出自于东宁 但如果火鹤先生一开始就知道这张地图 且知道里面的秘密 他大可带着地图去找天王 但他并没有这么做 而这个地图如果一开始就在风大爷身上 那以他的性格就一定会告诉给成姑娘 但他也没有这么做 剩下的可能就是这张地图属于第三个人的 但他并不知道地图的玄机 之后这张地图被风大爷无意得到 并发现了其中的秘密 因此被害 所以在我们之前 知道地图存在的 就只有凶手和风大爷两个人 在风大爷遇害之后 包拯去过他的房间 曾在柱子上发现过一个新的划痕 一开始我并不知道这个划痕是怎么来的 直到刚才看到了火鹤先生和高生动物 高生除了自己使用的兵器之外 还在斜肩上镶了铁片暗器 那个墙上的划痕就是这个铁片造成的 也就是说高生曾到过风大爷的房间 而他要找的东西就是那张地图 换言之 他就是杀害风大爷的凶手 听着侧侧的推理 高生始终一言不滑 小蛮站出来说 既然高生是凶手 那耶律文才作为他的主子 才是真正的始作人者 就在小风这一脸诧异的时候 耶律文才站出来表示 高生并不是受自己的指使 因为高生是西夏的明理堂的人 由于怪异军脱坑严重 可能大家对明理堂是个啥有点陌生了 在这里简单说一下 明理堂就是西夏建的一个间谍组织 里面的成员混在中土到处嚼食 由此挑起大宋和别国的争端 好让西夏从中获利 我们在双喜阵遇到的王海霸 就是他们的成员 基本上案子要破不了 只要找他们都能被供 见自己的身份暴露 高生抄起家伙就想跑 展昭赶紧上前阻碍 我们一窝蜂的也跟了出去 就在两人打的正宽时 我们所有人突然感觉浑身没了力气 这才明白过来 我们被人吓药了 展昭正准备骂高生安琪拉卑鄙 没想到高生也倒了 错愕之际 一个人从昏倒的人群里站了起来 这人竟是火鹤半葬 火鹤 真好爱了 原来要是火鹤下的 风大爷也是他打伤的 从头到尾 火鹤半葬都在半猪吃老虎 他缠着青莲 只是希望能从青莲那里 套出天芒的信息 因为只有找到天芒 才能重新振兴火鹤牌 现在他已经猜出了天芒的秘密 他将小黎托付给展昭 转身就走 没想到高生也留了一手 跳起身来两个人又缠斗在了一块 火鹤不想和他纠缠 就边打边退 往三彩谷的方向跑去 我们从药境里缓过来也追了上去 因为白天探过路 所以我们很快就来到了隧道 但还没等我们出去 就听到了两声惨叫 我们来到山谷 发现火鹤半葬和高生都双双中剑 这是徐天帝的名剑 一律文才推测 如果高生是凶手 那将军像就是他藏起来的 将军的奴剑也自然在他的手里 两人打斗之时 高生用剑射杀火鹤 却被火鹤打了回来射中了自己 临死之前他又射了第二剑 这一剑射死了对方 且不论火鹤是怎么躲开第一只剑 没有躲开第二只剑的 就一个弩剑能跟手枪一样 在一个快死的人手里连射两次 就离了个大谱 怎么 秦军用的是诸葛连鲁呗 当然 现在我已经来不及吐槽了 因为这时山谷开始剧烈晃动 欲须大叫地震了 我们来不及多想 放下火鹤和高生的尸体 就往出口跑去 混乱间 我留意到火鹤的身边 用雪画了两个圆圈 我们拼命逃出隧道 就在出去的一瞬间 隧道塌了 投往山谷的路被彻底封死 找天芒唯一的希望 也就此断了 现在对我们而言 庞犬是让我五天之内找到天芒 我找到了 只是被埋了 天芒虽然没有落到我们手里 但也没有落到别国 庞犬是威胁皇上的那套说辞 也不起作用了 所以天芒被埋 对我们来说 不算成功 也不算失败 只是在这次事件中 我们失去了态度 似乎预感到自己会死 火鹤半葬 为小黎留下了一封遗书 自立行间 有嘱托 有抱歉 也有安慰 展昭希望小黎能够留在中途 他会照顾他一辈子 但这时的小黎 已经不是当初在 加涉寺那个懵懂的少女了 他知道展昭对自己的感情 但他还有更重要的任务 就是回到东营 调起火鹤派这个担子 毕竟他的师傅和师公 都是在中途没的 他要再留下来 火鹤派怕是要灭门 另一头 耶律文才找到了侧侧 高深死了 那场比赛对于他们而言 就没有输 但耶律文才依旧不甘心 放弃小风筝 他向侧侧提起了闲挂的事情 原来他也在小风筝那里 抽到过两次闲挂 他猜测 这样的情形 侧侧也遇到过 所以他提出 把自己的去留交给运气 他们摊开挂千 以谁能抽到第三次闲挂 作为追求小风筝最后的堵住 但这一幕被小风筝看到了 他把挂千拨到了地上 对着侧侧一顿骂 眼神里透着失望 这个举动 让耶律文才知道 自己已经输了 侧侧跟着小风筝跑了出去 经历了这么多 他终于打算 说出自己的心声了 我喜欢你 三只闲挂是什么意思 我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 你为什么总是对我忽冷忽热 可我知道 我喜欢你 我会保护你 会照顾你 哪怕你是高不可攀的明星 而我只是一个抽作视频的 但我爱你 杨柔 我这边 虽然看似凶手的高深已经死了 但还有很多疑问没有解开 以前我每次心烦意乱的时候 小蛮都会给我做包子时 但自从来了古镇 他就变得很奇怪 他又提到了弱水 我不想多说 只能自己去做包子 他这个人 不吃葱不吃蒜 比公主还难伺候 但离了他 我是真的什么都做不好 这时他又来到我身边 我以为他没事了 就跟他开玩笑 没想到面粉迷了他的眼睛 老板娘亲年说我不解风情 我赶紧追了出去 话已至此 我也不想再藏了 我告诉他 我们从风月楼出来 一起经历了这么多 早已离不开彼此了 我呢 智商虽然高 但情商却一直跟不上 我不知道怎么表达自己的情感 我只想回京复密之后 带着他选一处披静的地方 去过只属于我们的安静日子 以前我错过了李冰冰和范冰冰 这次我不想再错过他了 他这才告诉我 原来当初他交给张希的信 是写给庞统的 信里他承诺 庞统只要放了我妈 他就嫁给庞统 再也不和我见面 我笑了 这玩意儿不算数 别说庞统了 就算你答应嫁给皇上 我也照强服务 准备回去的时候 小蛮说他脚麻 而且被面粉迷离之眼 没有距离感让我背他 我拖鞋给他揉脚 却发现他有六根脚趾头 为此我笑了他半天 回房间之后 我们三队人坐在一块 画面还挺温馨的 这时小风筝告诉我们 他之前对色色忽冷忽热 是因为他有先天心脉缺损 不发病还好 一发病 说不定哪天人就没了 而这也就是为什么 他装病 却没有被金贵大夫 发现的原因 所以他才想得到金贵医术 但后来发现 这病连金大夫也没辙 最后他只能寄希望于天王了 实际上 从他高祖爷爷 成团老人开始 就一直在寻找天王 但最终还是没有结果 当年成团老人 心情忐忑的去找天王 回来时却释还了很多 并为后人留下了一个 天王子 子王人 子王子 人王 子王 天王 这样的哑力 不管怎么样 现在天王已经被埋了 尽管现在我依旧没有参透 童谣里的玄机 但终究事情也算告一段落了 我们夜行人从土城分当扬镳 我向张锡将军的副将 汇报了天王被埋的事情 耶律文才告诉侧子 他依旧不会放弃小风筝 小黎也准备返回东营 只是希望展昭不要忘了 当摇动波浪谷的时候 他就会出现在自己身边的沉默 而弱水则告诉我 等他料理完土城的事情 就来京城找我 到时候我要陪他去寻找荒漠中的红花 晚上我掏出童谣分析 这时小蛮走过来 拿出风大爷被杀时的衣服 说替小风筝烧了 免得他堵物私人 我接过衣服看了看 却发现上面沾了一些彩纱 这一瞬间 看上去很假的秦军 线胡牙发现了破布 高深衣服上的红点 祖师殿里供奉的牌位 为我挡太阳的热水 还有火鹤的死亡流言 全在我脑子里 串在了一起 首尾互相连 骑士 一失终 我带着他们重新回到土城 此时将军殿 青莲已经换了一身行装 准备离开了 我叫住他 让他别着急 因为我已经解开了所有的羽团 接下来就交给我吧 首先是风大爷被杀的密室 当时我们看到一个瘸腿 且身形高大的人杀死了风大爷 我们都以为是大将军复活了 但实际上这只是视觉效果 雄手用一张很大的纸 按照透视落差 画了一个将军殿的背景 由于我们当时透过门缝 挡住了一只眼睛 而另一只眼无法判断剧 也就把近大远小 看成了一个平面的错觉 之后凶手在我们面前表演杀人 再将这些纸烧掉 凶手故意把祖师殿的金书 搬到将军殿 为的就是掩盖画纸被烧的灰烬 但凶手疏忽了一张 没有烧完的纸 上面还粘了一个红底 那是涂指甲用的颜料 是的 伪造风大爷被害现场的人 就是青莲 因为他也是明礼堂的人 他不会涂指甲 所以总是弄得到处同时 侧侧在高僧身上看到的红点 其实就是高僧和他密会是粘道的 同样 也是他伪造了秦军复活的假象 我们当时看到了秦军复活 之所以看得那么假 就是因为那只是一幅壁画 青莲在石壁前点上活 在画前插上旗杆之力的东西 再在一旁雷鼓 站在远处的我们 就以为是秦军复活了 所以也是他杀死了高春他们 但他当时明明和我们在一起啊 是的 我只说了青莲伪造了现场 但没说他杀人了 一个连指甲都不会涂的人 是无法绘制出将军殿和秦军的画像的 当时我们看到那些秦军随风变成了杀力 是因为他们本身就是用沙子画的 四色彩杀 而要完成秦军复活又随风飘散 那凶手就一定得知道什么时候会刮风 巧的是 我们之中有一个非常熟悉大漠气候的 那就是 入水 在封大爷的衣服上 我发现了一些彩杀 而能让他沾到这些的地方 只有弱水的房间 那时候我明白 风大爷被割喉的第一现场就在那 同样 当火鹤和高深被杀的时候 弱水是唯一一个没有和我们在一起的 土城离山谷那么远 他是怎么跑到我们前面去杀人的 因为守卫不相留 起始力是重 火鹤在临死前留下了两个圆圈的标记 是因为他看到了凶水出现了方向 在山谷我看到蛇行图案时 弱水出现帮我挡太阳 其实是为了阻止我发现这个地方 我们一直以为 从隧道到山谷会有很长的距离 但他忽略了 进隧道前 他站在我面前挡太阳 在进了山谷之后 他又站在我面前挡太阳 那也就意味着 这太阳始终在一个方向 我们在隧道里并不是往前走 而是往回走 这就是起始意识中的秘密 将军殿的太极图 就是通往山谷的入口 其实日月宫的负责人并不是御虚 因为在祖师殿供奉人的名字里 每一个都有一个月子 而萧若水的名字里 也有一个月 他才是日月宫真正的主人 日月宫历代负责人的使命 就是守护天马 他本想用秦军复活下跑我们 但没想到我们却不为所动 荒漠里我们找到的唐朝人的尸骨 也是他们准备的 他怕纸埋太久会坏掉 所以换做木板作为提示 让我们误以为天王已经被人挖走 可他没有算到 寻宝的人怎么会带着这么一个笨重的木板 在荒漠穿行呢 之后张熙 风大雨 火鹤 高深 陆续发现了天王的秘密 他没有办法 只能把他们给杀了 藏起将军像 只是为了营造将军杀人的假象 让我们知难而退 但他低估了人的欲望 可以大过生死 包大哥 你好聪明啊 讲了半天 口渴了吧 其实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做 这是我们祖上的遗讯 我娘把日月宫交给了我 守护天王 是我的使命 虽然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但我娘怎么说 我都怎么做呀 杀人之后 我也很难过 所以 我做了晴天娃娃 祭祀他们 我预测到了地震 所以故意买了炸药炸毁山道 这样 你们就会放弃找天王了 好了 我要走了 去我该去的地方 从此也不用分开 相爱的天和地 还能再冒险 宝大哥 对不起 祖上有遗讯 先持秘密暴露 我就得死 这个白宝带交给你 答应我 不要打碎它 宝大哥 我好讨厌你 遇到你之前 我觉得生死没有什么 但现在 我好舍不得你 我娘说 守护天王 是我们的荣耀 但我也不知道是荣耀 还是诅咒 我好想跟你去看看外面的世界 去找 我墨里的红花 我们安葬了若水 我在想 如果我不说出真相 结局会是怎样 如果我是她 面对贪婪的人性 我又将如何抉择 或许就像之前说的 一念沉默 一念沉默 现在将军殿的大门开启 我们又可以进入山谷 我们之前一直以为 咸池和谁有关 但我们忽略了 童谣是秦汉时期流传的 那时很多说法 和现在都不一样 史记天官书中记载 那时的四象 名为东苍龙 南猪鸟 北玄武 而西并不叫白虎 而叫咸池 道家有本名为 太上原始天尊 说北帝福摩神咒 妙经卷中 北帝曾为四象赐予法名 前猪雀明灵光 后玄武明直明 左青龙 然后民间兵 我们推开了蜀民间兵的士兵 暗示的镜头 放这天芒 回京之后你什么打算啊 把天芒交给皇上 然后娶你啊 哦 你怎么了 没什么 我总有一种奇怪的感觉 啊 什么感觉 我怎么感觉 离天芒越近 离你去越远呢 是吗 傻大包 我会一直陪着你的 除非 我死了 就是 一断 我死了 一断